METALER PH-METER 這個是METALER PH-METER 它是手持式的 現在這個機器呢 它是S8的機型 S8的機型呢 它主要的功能是拿來測PH還有離子 開始拿到機器之後呢 我們要先去裝它的電池 那裝電池的話後面有一個卡架 然後往上推就可以翻開 那基本上電池跟原本的主機的外殼 它是分開的 它可以防止之前肉液的問題 把電池裝好之後扛回去 然後裝回主機 用力壓扣起來就可以了 接下來接電極的部分 電極一般如果今天這個電極啊 它是具有溫度碳放的話 那它就會有兩條線 第一個接頭呢 它是BNC的接頭 它是拿來接電極 第二個線呢 它是拿來接溫度的 所以如果今天的電極 它沒有帶溫度的話 就不會有這條線 所以就把它接上去 這樣子就算是裝機完畢了 左上角它是開機鍵 然後這個是開機後的畫面 那這個開機完之後呢 就會進到我們的主畫面 現在這個主畫面呢 它的左下角它的單位是PH 就代表說 你現在在量測PH的介面 那假設你今天要去測PH以外的量測 包含電位啊 或者是離子的話 你就是按一下下面這個圖案 按一下它就會 單位就會變成mv 再按一下它就是相對電位 再按一下就是ppm ppm指的就是離子濃度 那再按一下就會回到我們原本測量PH的介面 那在測量PH之前呢 我們要先去確認我們的標準品 這個圖呢 它其實是電極的訊號圖 它代表的意義是說 電極今天如果校正之後 它的斜率大於95 這個訊號就會是三個滿格 那如果今天電極校正之後 斜率小於95 或者是更低更低 那它的訊號圖就會從三個變兩個 再來是變一個 那這代表就是你必須要對你的電極去做一些清潔 或者是代換的處理 這邊的符號m代表的是手動終點 手動終點的意思就是 如果我今天去按了讀取之後 沒有再去按一次讀取 這個數值它是不會停下來的 也就是說數據不會被截取 那再來就是m旁邊的這個圈圈符號呢 它代表的是你的終點模式的設定 那終點模式如果今天是在自動終點的條件下 兩個圈圈代表標準 那一個圈圈代表快速 三個圈圈代表嚴格 那標準快速嚴格 它是取決於你的電位變化 那如果今天電位變化在固定時間內 它的變化比較小 那我們就去抓這個數值 如果今天變化比較大 我們去抓這個數值代表快速 比較小去抓代表嚴格 這個人的圖案呢 代表是我可以在這台機器的測試上面 去設定一個User的ID 那如果你有設定UserID 人後面就會接著是你的名字 那下一個玻璃屏的圖案呢 它代表的是你的標準品的組別 像玻璃屏後面有2.00、4.01、7.00、9.21 那代表就是我現在這個標準品的組別裡面 有這幾罐標準品 我只要從這幾罐裡面去選其中2罐、3罐 或者是1罐來做校正都可以 接下來是這個電量屏的圖案 電量屏的圖案呢 代表的是你的樣品名稱 電極的圖案代表是你的電極名稱 這個都可以額外在機器裡面設定 然後去輸入 那左上角呢 GLP代表的是輸出格式 然後自動儲存 這邊是你的量測數值 量測時的溫度 那如果今天有接溫度的時候 你去點一下 有接溫度的時候呢 剛剛25就會跳成26.3 就是實際上現在樣品的溫度 那同步它如果有測到溫度 就會顯示ATC 沒有測到溫度就會顯示MTC 左下角這個符號呢 M0073代表的是 現在是機器裡面儲存的第73筆數據 如果我今天再去額外再測一次 然後得到一個數值 它就會變成M0074 也就是說儲存的數據越多 它就會顯示在這裡的數字就會增加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